- 《時刻旅行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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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你是學生物醫學工程的 - 怎麼會想到 - 要創立這個 - 我覺得非常先驅 - 這種 - 所謂的虛擬旅遊的 - 這種業務上面 - 就我覺得其實跟 - 學校學什麼沒有什麼關係 - 沒什麼關係 - 因為我覺得工程學院 - 因為以前清華 台大 - 然後到南加黨 - 其實都是 Engineering School - 那我覺得工程學院教你的 - 是怎麼解決問題 - 對 - 那知識跟產業應用 - 真的特別是現在這個時代 - 每個時代都進步得非常快 - 然後調整得非常快 - 所以你在學校學到的東西 - 其實 Most likely出社會 - 根本跟學校學的知識面上 - 課本上的東西一定是不一樣的 - 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- 不會馬上變得那麼多 - 你重點是去 Training - 你怎麼去看到問題 - 找到適合的資料 - 去學習新的方法 - 然後應用在解決你的某一個商業問題 - 或者是技術問題上面 - 那反正就是在2013年創立時刻旅行 - 是先以新媒體開始做 - 然後我在2014年底 - 差不多應該是2015年的時候 - 我們就體驗到第一台 Oculus DK1 Develop Kit1 - 那時候後面還有一堆線 - 然後大大的一個 - 但是那時候體驗到就覺得說 - 這種VR的科技會是未來 - 會一個非常重要的效果 - 那時候體驗到這個東西 - 當然很有潛力 - 對 我就覺得它很有潛力 - 然後我覺得這個潛力 - 是我們需要去抓住的 - 因為它會是下一個 - 類似智慧型手機這種 - 顛覆性的終端裝置 - VR跟AR - 然後我們那時候當然看VR -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技術 - 又特別適合旅行業 - 因為旅行最在意的就是 - 身歷其境 - 所以你要說什麼產業 - 最需要身歷其境 - 旅行業絕對是其中一個 - 然後這個是過去 - 你不管用文字 影像 - 沒有辦法傳達到的 - 可是我到底自身 - 比如說在西斯丁大教 - 或者自身在某一個歷史空間裡面 - 到底是什麼感覺 - 羅馬競技場正中央 - 到底是什麼感覺 - 你可能根本沒辦法感覺 - 甚至你觀光到現場 - 那個地方搞不好都圍起來 - 它不讓你真的站在裡面 - 對 沒錯 - 那你就可以透過VR裝置說 - 欸我想看這種 - 我站在競技場中央 - 到底是什麼樣子 - 沒錯沒錯 -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- 非常重要的技術 - 是可以幫助 - 不只讓用戶體驗到旅行的一些 - 我們所謂的magic moment - 我們時刻旅行也好 - moment x 也好 - 我們都有moment - 就是因為我覺得 -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moment - 那個感動 - 那個心情 - 那虛擬實境是完全可以 - 傳達這樣的心情 - 那這個不只對用戶好 - 其實對觀光旅遊局也是好的 - 是因為它可以用這樣的moment - 去宣傳它的國家 - 所以這是一個huge opportunity - 那就覺得一三一四年 - 好吧 - 上吧 - 你就做了 - 我覺得我剛才那個問題 - 其實你把它衍生的非常好 - 也是我跟網友們 - 過去常常想要表達 -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說 - 你張翰正恩原來是學土木的 - 後來你服務正業 - 現在到底在考什麼 - 哈哈 - 但是我常常講說 - 土木工程給我的訓練 - 但我後來不管做什麼 - 其實訓練的基因都是有用的 - 都是一樣的 - 那你剛才講的 - 跟我那個邏輯是一致的 - 就是說 - 念工學院 - 當然給你的訓練 - 就是涉法 - 想做的事情怎麼去做到 - 讓你能夠解決一些 - 過程上面的問題 - 然後你最感興趣的可能就是 - VR 的技術 - 可能本人也很喜歡旅遊 - 是不是 - 沒有人不喜歡旅行吧 - 哈哈哈哈 - 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旅遊 - 然後就覺得說 - 你希望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- 然後就做出 - 剛才講的這一點串的東西 - 2013年一咕嚕過來 - 老實說我可以體會 - 那2013年那時候剛開始做的時候 - 應該是相當辛苦 -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觀念還沒有 - 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VR - 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VR - 13年還沒有 - 大概14 15年吧 - 應該是15年開始有 - 你剛才講Oculus DK-1 - 對 DK-1的時候 - 開始有 - 對 -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是 - 抓住這個技術發展的先驅 - 馬上就把它用到 - 你感興趣的題目上面 - 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- 解一下 - 誰呢 - 現狀的 - 刀 - 瀾 - 邊